6.3 第六章6.3节呢 讲的是Counter 讲的是Counter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先跟各位看一下Counter它的基本概念 还有Counter它大致上的种类 那刚刚有讲过了Counter是什么 Counter呢 它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Register 然后呢 只是它的里面的子呢 是一些有被设计过的子 这些子的转换 是有被设计过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是一个Binary Counter的话 它会从000、001、010、011 这样子不断的去转移 然后呢 我们因为它是一个Register Register一定都要有一个Counter 那这个Counter呢 可以是系统的 因为就像你们常听到说 这个CPU跑什么2.5GHz 5.0GHz之类的 那个叫系统的Counter 但是事实上呢 有些电路跑的比较慢 你就必须把这个Counter呢 把它频率降低一点 这个或是从外面给它另外一个比较慢的这种Counter OK 所以它可能是呢 这个系统的Counter的Plus 或者是从外面给它的一些Counter 这个Counter就是一个方波 高电位跟低电位是一样的 那个周期是固定的 好 那这个状态的转移呢 如果你是一个二进位的这种Counter的话 它当然就会 类似用二进位的一个Sequence 就是二进位的01234 这样子的二进位的一个Sequence 这个叫Binary Counter 但是有些Counter呢 它就不按照二进位的方法 那可能任何就是你也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Counter 那 根据呢那个Clock的种类呢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Counter 第一种叫RepoCounter 就像联播一样 联播一样 所以顾名思义跟之前一样 就是之前在讲这个RepoCarrie的这个AID的时候 是不是最低位元算完之后再算这个 就是第一个Bit算完之后再算第一个Bit 然后再算第二个Bit 同样的RepoCounter呢 它FreeFlop的改变 我们有很多FreeFlop嘛 一个Register有很多FreeFlop FreeFlop的改变呢 不是说有一个Clock 叫它同步走的时候 它就同步走 不是这样子 它呢 是会某一个Clock改变之后 那个改变再当成Clock 去控制下一个FreeFlop 然后这样去做 所以它的FreeFlop的Output 它的波形FreeFlop的Output 可以用来当作是驱动下一个FreeFlop的一个Clock 这等一下会用例子来跟各位讲 这样讲比较抽象一点 但是呢 我会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讲 那因为每一个Clock呢 它的驱动 每一个FreeFlop和Clock的驱动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Clock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Smile 来控制这些FreeFlop的起步走 它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它就不是同步 所以它是Asynchronous 或者是Not Synchronous Not Synchronous的话 一般我们会把它称作为Asynchronous 这叫RepoCounter 第二大类呢 既然上面的叫非同步 另外一个就是叫同步 这个同步的Counter Synchronous的Counter 它的Clock 就是那个Clock呢 就控制的所有的FreeFlop 要改变的时候 大家一起改变 大家一起改变 OK 这是刚刚很简单的先更 那个Clock